大家好 欢迎来到K站空间 我是刘总得 今天17号了 那现在已经迈入了中旬 6月的中旬 明天周五 18号 再来 19 20 然后再来下周一的话就已经是到下旬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那为什么一直在跟各位强调这个时间 因为其实 其实很多 尤其是在讲所谓的金融交易这件事情上面 很多的那个转折 的位置 他讲的其实不是那个点位 真正重要的是那个时间 所以说我觉得说现在最重要是那个时间 那现在是6月中准备要迈入6月下旬对吧 然后接着是7月份 那在这段期间 大盘如果跌不下去 基本上应该后面就OK了 那大盘如果跌下去了 反而会更好 我先把这句话讲在前面 那好 听不懂的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解释 或者是说你想要特别了解的 你在minead当中然后你再跟我问 那好 我今天先给你看一张图 就是现在你你画面上看到的这张图 我说好现在的股票市场就是股市了 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你丢我减 你减我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 那差别只是最后当这个到达这个山 山顶的时候 指挥棒笔的这个位置 特别有用的一个金黄色显示出来 没有 当到达这个山顶的时候 谁的手中是满手的股票 谁的手中是满手的现金 差异只是如此而已 差异只是如此而已 好 那 这张图先给你看完 你必须要有一个想法 你必须要有一个想法 平常 如果说这个时候是去年的3月 8000多点那个时候 我不会给你讲这张图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就是很简单 谁丢出来我就赶快抢 懂我讲的意思吧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好 好 这张图你先看 你先清楚 然后我们现在拉回来 我们要来看 大盘 我们要来看大盘 一步一步来了 各位 今天大盘 涨 对不对 涨多少点 我们点下去 今天大盘涨多少 涨82.75点 成交量多少 成交量4000多亿 4393.79亿 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但是 各位 他跟前一天 他跟前一天的这根黑棒 这个是小小实体的黑棒 这根黑棒他居然是 是很大的成交量 然后隔一天 他居然出现了一个怎么样 他居然出现了一个 开低走高 几乎是怎么样 已经是 已经是 快要到 已经快要到近期的这个高点的位置了 对吧 今天几乎等于是开低之后就一路开始怎么样往上涨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先看到的是说 今天又出现了一根是 价 价涨量 这样说的K棒 在多头走势结构当中 基本上 价量之间的关系 他应该是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那这一段 这一段的走势 其实有很多的K棒 他的一个价量关系 其实是 是 是背离牛市的那样的一个结构关系的 几乎都变成是怎样 价涨 量居然 居然是怎么样 缩 然后价跌居然是量增 懂我讲的意思吗 反过来了 为什么 你就把我刚刚那句话想清楚 你丢我减 你减 我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是你丢出去什么时候人家减 然后又是什么时候 你又跳进去减的时候然后人家丢给你 你就去想这个 这个过程 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指数慢慢慢慢往上推高 突然间有一天 这个大盘怎么崩下来了 就像是前面一样 就像是前面一样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谁的手中是满手股票 谁的手中是 杀下来之后满手的现金 我跟各位讲这个游戏 现在只不过是再玩一次 现在只不过是再 再玩一次 好 那我们先看 右边右边这个部分就是法人的这个动态 然后 那左边这边下方的话是资和券 那昨天你看到的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这跟小黑K带大量 融资怎么样减 我相信今天融资应该增 那券是昨天也是减 那 今天我认为券应该也是减 那 所以我就说市场上就是这样 真正是做空方 做得好 然后又能够赚得到 其实真的很难 之前我们同意有很多讲说 券空券空券空 其实 你空强势股 你只不过是被嘎而已 你怎么会赚到什么 那个都 都只是 都只是 不去多批评 那我们拉回来 好 那各位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 外资今天卖 外资今天卖 卖多少 68.68亿 然后呢 今天投信是买 外资今天卖 外资今天卖 然后呢 你看到的东西 我现在一步一步带 我现在一步一步带 你看到的是 今天外资是卖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是 一大早我抓的一张图 9.01分 你看 今天 你刚已经看到外资是卖 而且你知道今天是 价 涨量 缩 对吧 然后这个是找盘的第一时间 你看到的是说 我们在电子这个部分 指挥棒比的部分 当时的成交比重是46点多 然后呢 你看到的航运在当时的成交比重是37.8887 然后呢今天早上开盘的第一时间 电子强不强不强 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红海 全部都在盘下 当时市场上 当时市场上第一时间出来的新闻是什么 哎呀 受到美股下跌的拖累 台积电今天除全洗 对吧 今天除洗 那首日出师不利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间 贴喜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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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台积电今天早上的情况 可是各位去注意看 收盘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资金的动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航运 航运怎么样 资金比重稍微 有调整了一些但是航运今天涨 你看航运的指数怎么样 曾经一度下去了后来又拉上去 有没有 然后呢你再看到是电子的部分 怎么样 变成是翻红的 那电子翻红 千万记住 我跟各位讲今天最大的原因 今天最大的原因 市场上的卖压唯一有的卖压就是谁 外资嘛 对吧 然后 现在其实 就是在混淆视听 什么意思呢 开什么玩笑 外资今天卖 然后开盘的时间 第一时间 电子又不强 那 美股昨天跌 今天照道理应该是会跌下去的 对吧 对 一定很多人就是这个想法吗 包括我都一样 所以今天 很肯定的一件事情 一定会先做一件什么动作 就在台子期的部分先去打个空单吗 有没有可能会这么做 绝对会啦 我跟各位讲 今天做工 今天做空方 操作不当的话 今天真的会 今天真的是会被嘎的很惨 但是 你千万要记住 其实你的方向不是错的 你的方向是对的 只不过是说 毕竟人家外资 好 人家外资是在什么 我以前一直在讲 实际上我最近也一直在讲 外资 外资是在 衍生性 金融商品上面 赚钱嘛 对不对 好 各位你去注意看 你去注意看 今天外资是卖 今天外资是卖 看清楚 今天外资是卖 然后 你看到的是 他在 他在台子旗的未平仓 进控单居然是拉到 33,088口 昨天是多少 29018嘛 然后 这个转仓完了 7月份的 这个07的仓位 29018 今天一天 跳到33088 这个跳多少 4200多口吧 应该 4000多口 就等于是 4000 470口 4070口 一天的时间 各位 今天大盘从下方开盘的第1时间 硬生生往上拉 大概差不多 我看台子其实200多点 我看台子其实 是涨了200多点 那这个过程当中 外资他的 他的未平仓进控单的部位是 是 是 是在 是在增加当中的 那今天外资卖请你告诉我谁在买 投信买那么一点会会涨成这样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资金 这个资金的部分 其实他一定某种程度是 是有些问题的 是有些问题但是 但是毕竟我们不是特别去专严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只要知道说这当中应该会有一些 内地人讲的就是有一些猫腻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吧 我再看是这样 那好 我讲这个的用意是什么 我讲这个用意是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 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到说 电子转强 你会看到 现在都是红的吗 有没有 早上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看到这张图 几乎都是绿的 没错吧 然后呢 现在呢 收盘的时间 电子几乎都是红的 那表示什么 今天电子转强了 今天电子转强 是不是表示说 这个时间点 他要给你一个感觉 给你什么感觉 电子准备要接棒 那电子如果接棒 航运又维持一定的强度 那这个大盘就是后面还要有一段很好的行情 其实这个就是你贴盘在走的时候 他想要让你感觉到的 懂我讲的意思吧 他想要让你感觉到 但是我不是这么看 我不是这么看 你还是把我刚刚一开始给你看的那张图看清楚 你绝对没有本事怎么样 你绝对没有本事去制造这种氛围 因为我们只是一般的散户 我们不是那种手中会有大部位资金 又有钱又有股票 对吧 然后看左 左手右手我们怎么去套 怎么去 怎么去玩的问题 对吧 然后跟本土 本土法人之间 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我们真的不清楚 然后 什么是真的外资 什么是假的外资 我们也搞不清楚 其实我真的跟你 我真的跟各位讲 现在市场 就是这样 那因为 就是这样 所以你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今天最重要的一支股票 基本上应该就是我刚刚这个地方讲的 台积电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那 各位去注意看 台积电 开盘的第一时间 开第一码 没有错 那 开盘的时间 其实 都让人家感觉好像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怎么样 拉上去了 但是收盘的时候 硬生生把它这样填掉了 有没有 把这个小缺口把它填掉了 那就填息了吗 对吧 那所以 所以 就给人有这种氛围吗 台积电强吗 其实今天我跟各位讲 那 这个 那只手在控盘 其实 其实也真的是蛮厉害的 这个时间 反正 反正航运只要一时半会之间 不要出现太大的一些卖压 然后 今天市场上 我相信 其实 你看那个成交 成交量你就知道了吗 今天真正市场上 会出现大买的 应该没有 观望的居多 那所以说 今天 涨完了之后 收完盘之后 有很多人可能会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认为说 明天 下个礼拜 应该要来怎么样 应该要来大买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还是明天要先过来 就事务日这一天 一定要先过 那过了之后整体金融市场到底怎么样 那个时候再说 那我们不要先入为主 那我现在只是很简单 把我目前看到的状况告诉各位 今天外资 站在卖方 但是今天大盘为什么会涨 我说过 大盘如果能够维持涨势 基本上 一定两个很重要的要素 一个就是电子 一个就是外资 对吧 今天电子一开盘不强 但是呢 大盘怎么样 开盘是低 可是呢 也杀不下去 然后紧接着 你看到的是什么 紧接着你看到的是 外资居然今天是卖 然后呢 这个大盘跌不下去 然后还有人在撑 撑的同时还能够怎么样 把电子稍微带上来的同时 然后呢 台积电还给你做什么填息的动作 对吧 整体的氛围就是告诉你 透懂没问题 这个 行情正好 对吧 我相信市场上很多人这样跟你讲 但是 但 但是我不去批评那些 我主要我要讲的是说 或许人家是对的 但是最重要 我只 我只关心这个 我只关心这个 各位去注意看 我昨天 我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 6月15号 6月15号是前天 对吧 我说 那天我 我的YouTube 我 里面我讲说 外资一定怎么样 大买 一定大买什么 航运吗 你看阳明 长荣 有没有 通通都在外资的 当天的买超的排行榜当中 然后昨天 我说航运杀下来 对不对 我说外资一定大卖 航运 有没有错 你看阳明 长荣 第2名第3名 有看到吗 然后呢 下方 下方你看到万海第12名 有没有 这就是我讲的 这个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说 外资 他不是在台股现货赚钱 外资是在衍生性金融商品上赚钱 那你不要看外资现在在买航运 其实外资现在买航运他是为了后面要杀下来 那你因为凑热让你跟着去买航运 你很有可能你会套在上面 但是昨天 从航运 从航运类的指数 我跟各位讲说价量同步到点 他应该还有机会再创一个高点 没错吧 那所以说 现在这个时间点 航运后面真的在出高点的时候 你认为 你应该是站在买方 还是你应该 你应该 要站在卖方 这个是你到时候你自己要去注意 这样好吗 我们仅此 仅此就是 就是跟各位做进一步的说 说一下这个部分 好我现在拉回来 我现在要讲的其实我现在我最关心的是这个 美元指数 各位你去注意看从我跟你讲到现在美元指数已经涨到这个位置 美元指数已经涨到这个位置了 你把图形看回来 顺着我的指挥棒 到低点之后往上往上往上来到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你去往下一对 这个时间是在4月 这个时间是在4月份 对吧 4月 看清楚 4月 这边刹下来的这段的美元指数走低 跟现在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 这个时间点见到的高点你往下看 也是在4月 有没有错 当时其实通通都是在4月 有看见吗 那好一个重点 各位你看回来 现在美元指数已经涨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 当初这里下来的时候反弹上来这个高点位置 有看清楚 有看清楚 图形给你看 你要会看 你要会看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照道理讲 现在是不是 应该 现在是不是应该 这个 我用我用粗一点 现在是不是应该照道理讲 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 他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也应该要来到相差 附近的这个位置 可是现在他只在这里 可是现在他只在这里 这国家公司也看得出来 这个再傻都看得出来 我不相信央行看不见 那 一直说我们是在操纵汇率 我就搞不懂 懂我讲的意思吧 这个就是放水 说白了就是放水 钱给 钱给外资赚 那外资在哪里赚 对呀 外资现在真的是有够狠的 我跟各位讲 他不但是在 在股市 衍生性金融商品上赚 他也在汇市上赚 这个 我看在眼里 你叫我不说我真的是很难受 但是 但是他就是这么跟你玩 可是我们是一般散户 这让我回想起 十几二十年前 人家 人家做央行总裁的时候是怎么做 我说实在话 这个真的有点有些看不下去 就摆明了 摆明了在玩弄台湾市场的散户 我说一句实话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个feel真的很不好 你听我这样讲你就很清楚了吗 其实这个时间点我对股市来讲 我认为如果真正要好 他必须要有一段下杀 就像我这边说的 就像我这边说的 这个是台子 这个是 K战空间 一大早 我们的踢机群 我就讲了吗 你看我一开始 我一开口 一开 一开 今天一开口 我就讲 该来的总是要来 对吧 昨天美国联准会然后公布66利率协议的结果就是升息 提前到2023 之前说绝对不会 明年以后然后什么时间然后怎么样 后来就是现在不行 可能要2023明年就要升 现在6月 2023 那不过就是半年以后 搞不好怎么样 今年底就来了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个讲话跟放屁一样 好你你要去相信他你就去相信他我只看到 我只看到那个资金移动之后出来的那个 价格走金融品种那个价格走势的那个 那个 那个最后的结果我只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才能够真实的去反应 懂我讲的意思吧好 昨天道琼昨天四大指数全部收黑吗美国的四大指数全部收黑 然后台积电 连电的ADR也是黑 然后今天台积电 今天要怎么样 今天要出席对吧 居然那只爪硬生生把他拉到怎么样 填席 我也服了他 我也服了他 可是你今天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看台积电的ADR 我跟你讲你今天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看台积电ADR 我带抓给你看 来你看美股 我们先点美股进来 美股进来之后啊 然后你去看台积电ADR 在这里 找一下 台积电对吧 点进去 你去看 股价查取 好各位 这边啊你把他 你把他日期 你把他 叮叮叮叮叮叮叮 好到 2020年的12月 然后这边呢 是现在的价格 然后 你把它show result 然后 最后出来 就是 这一段期间 台积电的价格走势 你可以看到好 在这个位置上台积电了 我跟各位讲ADR 现在是在这里 看见了 这个地方是头部吗 这个地方是头部然后再过来后面到现在这个位置吗 我跟各位讲台积电 如果说真的后面真的让你看到今天台积电虽然说 他是天息 但是你必须要看到ADR的部分这个位置上是真的往上 你必须要看到这里是真的往上走 怎么不是箭头 这边你要看到他真的是往上 否则的话 你说这一点点 现在 其实真的都还不准 懂我讲的吧 那如果说万一他这个地方 如果说万一他这个地方是下去 那今天这个天息 我就觉得就很好笑了 当我希望股市 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真的认为说 台积电里面的筹码 其实很乱 而且都是一些大资金的 市场的投资对象 那我反而认为说在这个时间点其实 其实稳貌的价格走势应该会比 会比台积电来得好 而且我认为说后面在方方面面的科技的与生活人类生活结合的运用商店 第三类化合物半导体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 会有很多的题材会有很多的利基条件 那这个部分来讲台湾的 台湾第三类化合物半导体的那个金元代工的龙头就是 就是稳貌 所以一定是 一定是掌握稳貌 而且我认为说 台积电筹码乱 那稳貌相对来讲会比较有机会 那所以说 这个地方先让我带一下稳貌 那各位去注意看 稳貌我之前说了 稳貌我之前说了 我画的是这张图 对不对 有没有 我说 上方是有压 打回昨天是打回 今天有没有看到 他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上又怎么样止跌翻头 有没有看见 你可以去对调这一两天我讲的东西 完全是准的 完全是应验的 那这个位置上只要今天是今天是止跌搜红吗 对吧 但是可惜没亮 那这里符合上涨流量下跌量说吗 这个都标准 基本上他这一段基本上其实就是多 还算是多方的结构吗 那后面剩下的问题就是明天后天 他只要是往上涨的 那就OK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稳貌后面就应该还有 还有机会再往上走 懂我说的 对啦这个地方就走一步看一步 什么大黄金什么东西都先不要去看 随时会出什么变化都不知道 那你看我这边我就讲得很清楚 我就是觉得 就看最后一句就好了 我就是觉得 电子如果跌不到位 基本上你就应该很清楚 我认为说电子还跌不到位 他应该还要再往下跌 跌出那个 往上涨的那个价差的投资报酬率的空间 懂我讲的吧 那我认为说电子跌不到位 电子应该要跌 可是今天电子偏偏他又不跌 然后变成是怎么样去拉电子 对不对 好 这是一 那外资只要站在卖方 今天外资站在卖方 那大盘撑着又有什么意思 果不其然 大盘今天就是撑着 大盘就撑着又有什么意思 我真的搞不懂 不过我个人我还是真的是这样 我在看的是什么 我在看的还真的就是美元指数 你要知道说现在在美国的金融市场 现在他在银行端 手中的资金太多放不出去 放出放出去人家又推回来 因为就怕后面要升息了 我借出来 然后到时候要升息 我有资本这个压力 对吧 例行的压力 然后我要去 我要去投资市场 那我要创造很好的投资报酬率 是高过这个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你拿这个钱也没有意义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好 那最后出现的是什么样 银行端已经连续 买什么样 买这个债 买这个债券 已经 已经逆回购的方式怎么样 买了几天 那个每一天都是5000亿 5000亿 5000亿 这样买 所以你就知道说 那个银行端的资金有多少 懂我说的意思吧 确实市场上不缺钱 但是这些钱呢 往往 他永远都是找有利可图的地方去 这个地方 他认为说风险性市场 其实让他感觉不保险 所以你看美股昨天会打回 一听到说央行稍微有点 鹰派 就立刻就翻脸 对吧 就是因为是这个道理 台股现在还在这边怎么样 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唱大戏 为什么唱大戏 外资 外资 对吧 对啊 美元指数已经涨到这 都已经是 你说相同的位阶 相同的位阶 人家都已经到这了 有没有 照道理讲 应该现在应该是已经要到这个水 水平了 但是没有看到 知道我说的吧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说 会不会怕 会怕 这是第一 紧接着再来 你看到外资 今天卖 卖现货 然后呢 指数往上走 我跟你毫不客气 我直接加空 4000口 大台 一天的时间 你认为他在干嘛 因为 就是现在 卡了一个事务日 先把事务日度过之后 后面再说嘛 我认为外资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那如果说后面真的是不对 我跟你讲外资收的比谁都快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部分上去的就很快 懂我讲的吧 真的要注意啊 这样好不好 好 这个时候你回过头你再说 去想想我话 我讲的这张图 现在的股市就是你丢我减 请你告诉我这个你 和这个我 对象是谁 这个你是 是外资 还是这个你代表的是我们一般投资人 这个你代表的是外资还是这个我代表的是我们一般投资人 外资丢出来你去减 那 这个就是航运嘛 对吧 然后呢 你觉得不对 你又丢出去外资又去减 这个对外资来讲其实没有差 但是你你有差 不该碰的不要去碰 要注意了 这样好不好 免得套在山顶上 这个就又被人家割韭菜 好吗 好 那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公司有有有有说到 近期 就是 就是市场上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说 明明不是 不是 我们公司 的这个这个正规的管道出来的一些资讯 然后 然后呢 居然是外面就是有人就是冒冲 然后 然后去 去招揽 这个会员 那这个部分就是 为了各位投资人的着想 那你们要保障自身的权益 这样好吗 那 真的有什么问题 直接打电话 进公司 然后问清楚 那千万记住 这个现在 这个现在真的很 很严重 这样好吗 不该省的钱不要乱省 那免得因小失大 这样好吧 好 那今天大致上跟各位先解析到这边 那 我的看法各位很清楚了 这个地方其实 电子转强 我觉得很好啊 那电子转强但是 他必须要强到那个程度 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 其实基本上我认为不OK 那只不过是让你感觉强 其实那是一个假象 懂我说的吧 我现在的操作 我基本上都不看不去看大波段 我就是一天看过一天 一天看过一天 技术面告诉我该走 我绝对走 就是这样就对了 这样好吧 但是在 远伸性金融商品上面 这个真的很吸引人 这个真的很吸引人 好吧 有兴趣的就欢迎你跟着我们同步 打电话 这样好不好 今天就先到这边 那祝各位 一切都顺利 那都能够趋吉避凶 都能够在金融市场 赚大钱 这样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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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